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卢台长 你好 你好 我是72年叔叔 对着嘴巴一点好吗 我是72年叔叔的 你帮我看一下 我焦虑症有十几年了 叔什么老鼠是吧 叔叔 哎呦 你不是焦虑症哎 你知道吗 你是忧郁症和焦虑症的混合 你这个老鼠的头一直不好意思看人 就是说你怕见人的人 怕说话 听得懂吗 像你这种人过海关的时候很麻烦 人家在怀疑你包里带什么东西 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一点啊 你人很老实啊 你只是我现在钢铁图腾 你年轻的时候受过一次到两次的刺激 就是引起的感情上的 是从有一个小孩流产以后 开始了 嗯 听得懂吗 嗯 你自己要当心啊 一个孩子爬在你身上 嗯 而且你自己不单单是这个问题 你而且复刻还会生问题 哪里 复刻 肌瘤 肌瘤一定会长 哦 这样 你去查 一定有 而且我现在看到是两个小的 哦 嗯 绝对查得出来了 嗯 听得懂吧 听得懂 没什么大问题 你这个不算严重 我现在看你已经身上有点光了 哦 一定已经念金了 对对对 我念了不到一个月 嗯 好了 已经很不容易了 一个月不到身上光这么亮 多不容易啊 好了 十几张小房子 嗯 你知道吗 你过去有个人老欺负你 你知道吗 嗯 不知道 对不对啊 不知道 焦虑生有复发了 哈哈哈哈 就是有人经常挤对你 就是经常有点欺负你 嗯 单位里也会有 家里也会有 嗯 听得懂吗 哦 嗯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念 你现在大悲咒念 最好念二十一遍 心经最好念四十九遍 哦 好吗 每天功课 然后念礼佛念三遍 哦 还有往生咒念四十九遍 好吗 嗯 小房子 嗯 小房子 你最好念先念八十七章 第一波 你会好一点的 哦 好吧 你要记住啊 你现在记性很差 对 而且你喜欢反复做一个动作 心里好乱 嗯 反复做一个动作 听得懂吗 经常这个做过了 再去做忘记了 门关上了 哎呀好像没关了 又去 嗯 你听得懂吗 听懂 这个都是你的毛病 嗯 好吗 还有眼睛不是太好 麻烦你台长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老公去年是肾癌 刚做了手术 我想问一下他身体还有没有问题 大家想想看 真的人就是这样 好了 看一看吧 所以我跟你们说 祸不单行啊 做人不修行啊 没人保护你啊 我们现在有观世音菩萨 才得到保护啊 你现在告诉我 你老公属什么 近几年的啊 63年属兔的 感谢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 台长告诉你 63年属兔的癌症已经消掉了 开掉了 没事了 好啦不要哭啦 已经得到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了 你回家好好念吧 把它以后两个圣都好好念好吧 听得懂吗 这个圣切掉蛮多的 嗯对 对 我怎么看得这样的 好啦 你们 你们去做XX光 做超声波 还有排队呢 到这台上排队都不要排 马上就看 他要念什么功课吗 好啦 要功课到门口去问吧 他们都会教你的 好吧 很可怜的 我告诉你